歡迎回來堅仔賽馬頻道,我是波仔 接下來是星期三晚,法國谷有8場夜馬賽事,這次用A跑道 上星期三跑全夜賽,所以谷草休養了多一個星期 而在三月尾的時間,用私家三跑谷草的賽事 按照內蘭的場地,有更多時間休養和保養 會不會旁邊比較乾快呢? 再看看3月6日的時間 我們去找昔日賽和派賽,右上角先選月份 3月6日,正正是上次用A跑道的時間 當日的場地比較公平 短途賽,例如第二場賽事 守內蘭的富萬家,你想回報歐洲巨星 飽飽扮三重賽 另外第三場,健康在望,沿途也是首三四位 好甜橙,放到入直路,回來比健康在望緊緊過 而後王區,你看到後上波 但他也是十檔攝刀領,攝了內檔上來 短途賽事是較為內疊的馬匹 外疊的馬會比較難吃 反之中距離就有得追一下 好像當日的第四場賽事 冰鬼神出匯利勇士,在外袋慢慢掩上來 入彎前,放到內檔 另外,職格是平均 心中有理,歡喜心 對工作 因應步出比較慢,一疊可以上名 短途的偏差較中距離為大 回到頭場 其實你已經看到這段影片 之前有些不同 因為7號吉利馬王 今早前退出了比賽 因為你見到他,試完課雜 都沒有快跳 健康上也有些問題 退出了,你見到還是黃色 我已經鎖住了 改不了 再更新一下這場的心碎 首選方面,搞了6號的幸運大興 這隻馬其實都是四歲仔 而且在陣上也開始見到一些進步的表現 不如看回上一場405的場次 去到尾以這一格看回賽事片 當中我們加回賽事重溫 沿途的巡邏影片和餘世分析 這個階段先看回賽事重溫 這個賽事是2月10號 現在第二位 紅帽仔的就是幸運大興 這場的步速前快後慢 但這場地加上低班馬 真的擺前走是好處 所以顏石福星和幸運大興 都擺到場地理前置 縱使步速不利之下都可以放倒 經常勝出的五班馬 擺前可以優勢 例如之前的牛禎大哥 1、6班馬就能放倒 以往海之圖 很多馬都是較為擺前 後上馬比較難追 所以這隻後運大興 亦可以因應四檔慢慢游到馬力放 內檔的大地和平、不亡初心 他們的速度是可以塞住馬力跑 加上大師傅可能會稍微留住一點 所以幸運彈如果積極搶前的話 是有權在這裡放好頭 我知道最近他在3月中的時間稍微缺貨 但是賣門出來跳的話 我覺得起碼的馬匹體重甚至過步都沒什麼問題 大家都是50步、48步之後 我寧願要前戰馬可能會較好 所以先選出幸運大興吧 另外賀利馬房 另一匹的參戰馬做得好 最後都選回去 更退出了一隻吉利馬王 而這隻做得好 今季只上陣了兩場 用力其實不多 兩場都見走得不錯 上一場起步萬集 那裡真的累了他 其實賀良都覺得應該做得好 有機會在大修成之上 所以見到賀良也是一隊 包竅上一場384 看看這隻做得好 賣門士跑 這步頭落草地的貨 都是很開揚的 我們可以看看他 這裡按出來之後 你看到有個神噪片段 在兒童節當日 你看到蘇迪雄 和這批做得好 落草地 彈貨閘 開日每一個目段 暴徒都很開揚 最後一場起步 這隻馬的修身 力度方面是對版 似乎到了貴宗階段 這類馬 粗得 陣上用力不多 絕對是有體力上的優勢 另外三四選 都是有些 陸續矽籍的 關的馬匹 三個大地和平 在季內174 千而米的場次 和帝星寶貝王家魅力 暴風俠的 跑 就是他勝利的 之後 可能是 教代過 部署上 放緩一點 面對著今場9匹的參戰 有個內蕩 以季內這組 創職下1千 確實是夠造 上一場,雖然排五檔,但跑了三疊 沿途的馬就是保鏢有形雷超,牛青大哥 沿途都是跑一疊,當日的偏差極不利 跑三疊或以外的馬匹,尤其是短途賽 所以上一場都可以當抹了他,沒怎麼跑過 輸四個多馬位,只不過牛青大哥前面是拋了些少 所以這隻大地和平,今場可以在配角上兼顧 而另外金剛獸,跑法上是被動的,幸好這場馬少少 他如果咬得住這一組馬的,不要落後得太遠的馬群 絕對以他跪來,在一千米後上的能力,絕對可以修復失地 不過我相信預計他會大熱門 就排在配角,這個路程在北境也有九成的上米率 如果這樣算,同程跑五次,有兩邊兩個第二 好,看看頭場的最後心碎,選擇了6號 幸運大兄,5號做得好,3號大地和平,2號金剛獸 好!